大家好,我是阿辉 把花生米倒入绞肉机里面真的是太厉害了 80多岁的老中医养生秘籍都在这里了 经常这样吃对身体非常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100克的花生米倒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先把花生米清洗干净 花生的营养价值特别高,民间又称为长生果 多吃花生对身体非常的好 洗好以后,控水捞出来 先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0克的黑豆倒入大碗中 往里面倒入清水,把黑豆清洗干净 黑豆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 洗好以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黑豆放在一旁浸泡30分钟 接下来锅中无水无油 把花生米直接倒入锅中翻炒一下 把花生米炒熟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炒的时候勤翻动 让花生米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炒至花生米,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就可以了 而且花生米已经变黄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先放在一旁晾凉备用 然后再把泡好的黑豆直接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一下 把黑豆炒熟 我们先开大火把黑豆里面的水分炒干 水分炒干以后再转成小火慢慢炒 一直把黑豆炒至像这样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先放在一旁放凉备用 再准备100克的糯米粉倒入锅中 开小火把糯米粉炒熟 糯米粉很容易炒熟 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了 炒至像这样微微发黄就行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50克的核桃仁 今天用的是熟的核桃 如果满生的还要再炒一下 我们把核桃仁先放在一旁 然后再准备50克的黑芝麻 黑芝麻也一定要选择熟的 如果是生的也要清洗干净 炒熟 这些食材营养价值都特别的高 好处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把黑豆花生米还有黑芝麻 核桃仁全部倒入料理机中 没有料理机的也可以用绞肉机 盖上盖子把它们充分的搅碎 打碎之后再放入糯米粉 再次混合搅碎一些 打好以后直接倒入大碗中 看一下 这样打出来非常的细腻 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蜜蜂罐 把它直接放入蜜蜂罐中 盖上盖子蜜蜂保存 这些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品 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 做上一次吃上几个月都没有问题 而且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的时候随吃随去 非常的方便 我们把它舀出两勺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红糖 不能吃糖的也可以不用加 然后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重泡一下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早餐的时候可以搭配上一个鸡蛋 这样一顿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 多喝你会发现你的气色都变好了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平时可以多喝一些 对身体非常的好 而且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